男人最怕入错行,女人最怕嫁错郎,而婚宴最怕有人闹场 目前台湾桃园一个婚宴上就出现了这一幕 这名穿着打扮整齐的女子大咧咧的坐在宴桌上,边滑手机边等开场 但一对新人都不认识她,怀疑她混入婚宴,试图白吃白喝 当婚宴主持人和招待员上前询问时,女子随机歇斯底里破口大骂 拍桌子警告对方不准碰她,更要对方滚蛋,还露出得意的笑容 饭店经理随后上前尝试请女子离开,但是女子继续拍桌子叫嚣 当经理吩咐招待员报警时,女子再次发难 女子拿起洗柄和婚宴摆设的气球,气冲冲拂袖而去 留下招待员和婚宴嘉宾一脸尴尬愣在现场 事件随后在网络上疯传,网民更把女子分为白痴姐 当地媒体报道,白痴姐事后坚称新娘是她的姑姑 还自称是时代力量党的党员 不过时代力量党表明已经缴付了600台币的退党费 坚持否认白痴姐事党员 就在一片踏伐声浪下,有网民挺身为白痴姐缓夹 表示自己认识白痴姐,更透露白痴姐其实是一名苦命的单亲妈妈 患有精神疾病,不久前才出院 但因为没有吃药才会做出这样的行径 而她家中还有一名生病的年迈母亲 促请网民和婚宴新人原谅和包容 不过还是有网民为新人叫屈 认为患病不能成为闹事的借口 希望白痴姐能够尽快向无辜的新人道歉 再来说当然您好 别再来说您好 再来说您好 这边要想要去 不是